我沒有跟李敖大師合作過 但我有跟那個山寨盤的李敖大師 唐重聖 對 然後就是 因為之前就是有 有在follow他一些 就是節目上面的事情 然後就覺得 就是他留在我的心中 很可惜 李敖我合作了蠻多次的 我有合作最多次的是 棒棒糖那個奧泉 我一直以為他是李敖大師的兒子 好久沒有啦 跟李大師這個 我覺得那天我就說了 他呢 讓我們學習到什麼叫做 寧願暫死沙場 也不要湧湧陸陸 一個人要活得精彩 對不對 這個人世間裡面 沒有任何一個人 包括現場每一個人 沒有一個人是活著離開人世間的 這是殊途同歸 這是很公平的 但是重點不在於你的長短 而在於記情 對不對 不在於你的長短 而在於你活得是否精彩與否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要向李敖大師學習 我曾經跟他聊過 我曾經跟他聊過 如果呢我跟他聊歷史的話 那叫做以軟體史 相對的倒過來講 如果他要跟我聊綜藝的話 那基本上應該不到我的三分之八 因為常勝將軍之所以常打勝仗 不是因為他會打仗 而是因為他懂得選擇戰場 在綜藝的這個領域裡面 他應該還算是我的手下 但是如果我們跟他聊歷史 所以我們喜歡跟他聊天 這個叫cross over 綜藝然後跟這個歷史 我們可以交錯在一起 我們在身上可以學習得太好 他的感情觀我也覺得我要學習 我就是太提得起 然後放不下來 這個事很糟糕 然後大家知道嘛 不負責任的也要付錢 所以就會很辛苦 但李大師卻可以處之太老 讓我們大家覺得男人的表率 我最近趕快緊急去拍一張正面裸照 將來應該會用得到 他在立法院裡面 正面裸照 然後咧 就漏鳥啊 真的假的 對啊 還蠻雄偉的李大師 所以我們懷念你啊大師